付出行动 这是最关键 封一座城 护益国人 而在采取这一重大决策之前 从2019年12月底 武汉市疾控中心监测 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开始 关于这种新型疾病的研究 防控 诊疗和通报工作 一直都在进行 这个新冠肺炎 对我们来说是很新的 部分从病毒也好 还是这个疾病也好 中国政府 中国的科学家 在短时间内 我们可以说很快地 就分离出了这种病原体 并且经过全基因的持续 来证实 它是一个新的疾病 新的病原体 同时 我们又很快地 做出了诊断 这种疾病的 特意性的 试剂 那么从世界上来看 世界卫生组织 各国的专家都认为 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查明病原体 并且做出诊断的试剂 这个速度 是相当快的 但是对这种疾病 它的传播力 它的传播速度 那么这一块 实际上是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早期的时候啊 因为病人数少 你很难来判断 它的传播力有多大 那么随着病例的 进一步的出现 逐渐意识到 这个疾病 它的传播力 是相当快的 在理论上 来判断一个疾病 和病原体 它传播力大小的时候 往往是用 基本繁殖力 这个概念 也就简单地说 这个疾病 如果一个病人 在完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 它一个人 能传播几个人 现在对这个疾病的认识 它的疾病繁殖力 这个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学者研究的范围 大概是2.2到6.4之间 比较主流的一些观念认为 它的传播力应该是3到4之间 这个比季节性流感 比SARS都要高 它就导致了紫硕性的爆发 2020年1月20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 将新冠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 规定的乙类传染病 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 将新冠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 检疫传染病管理 这个需要您解释一下 什么叫乙类甲管 就是法定的传染病 我们国家攻击有39种 其中分成甲类 乙类和丙类 甲类要采取最严格的措施来管控的 包括格力 包括一系列的社会防控措施 它是最顶格的 而乙类是赤字 要加强10亿的社会控制措施 包括救治 那为什么一上来就没有采取的是顶格呢 因为那个时候对这个疾病 它的传播力 它的传播范围 以及它有关的情况 还是不很了解 因为要判定 要设定一个甲类传染病 它是要具备很多条件的 它是具备很多条件 当时并不完全了解 但是谁说没有地位甲类 我们是按照甲类在管 这也能保证措施是顶格的措施 我们还是比较一下 1月23号封城之后 今天的结果 如果要是不采取那个措施的话 又会是什么结果 但总的来看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组 和中国的联合专家组 那么来一个基本的判断 就是这一种措施 它最少可以减少 数十万的疾病的发生 那么有些学者研究 可以减少几百万的 这个疾病的发生 那么我想 今后谁说对这个疾病的 进一步的认识 尤其对它的传播力 这种认识的话 可能它的预测和判断 会更准确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 这种措施 它减少了大量的病人发生 和死亡 短时间内 大量病人的涌现 对武汉当地的医疗系统 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 全国医疗系统紧急动员 除夕之夜 第一支驰援湖北的医疗队 抵达武汉 到3月8日 共有346支医疗队 4.26万名医护人员 驰援武汉和湖北 当时武汉湖北 面对着这样的一个 应当说已经 很沉重的当时的局面了 就是你们怎么能够 把最精准的这样的信息 汇集到你们手里 因为你们只有更精准 派出去的人 才能够更帮得上人家 就当时你们怎么做出 我想 这个是基于 我们对这个疾病 比早期 有更深刻的认识了 所以在组织治疗队的时候 那么在医生的这个层面 就是对呼吸 传染 急救 重症 麻醉 这块是作为主要力量 进行抽调 而且我们抽调 各地最顶级的专家 最好的医生 到此来参与救治工作 另外 也特别注重 护理人才的抽调 因为这些病人 尤其是重症和围重症的 加强护理 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抽调了 最优秀的护理队伍 另外 因为四万多名医务人员来 如何防止 医生 护士 在职业暴露当中的感染 在每次队伍当中 都配备有 我们的院感 专门放置院内感染的 这些工作队伍 还要赋予 管理队伍 来保证 我们整个的 医疗质量 医疗安全 就是两月份的时候 不仅仅是武汉 不仅仅是湖北了 全国各地都已经冒头了 这个时候 各省 市 自治区 他们也是 要面对自己 出现的这些问题了 你们这个决策怎么做 你总不能说 你得这个 往湖北去 往武汉去 但是人间那 你给人留多少 这个数 你们怎么算账 那么在抽调的时候 我们是考虑了 全国的四道防线 来统筹考虑 比如说我们把 湖北武汉 是作为第一道防线 是一个中心的 一个防线 把北京首都 它的安全 作为第二道防线 武汉周边的 一些省份 包括浙江 上海 是作为第三道防线 全国其他的省份 是作为第四道防线 那么每一道防线 它具体的医疗资源的配置 它的策略和措施 都是有所重点和不一样的 于是同时呢 我们是综合考虑了 各个省的疫情情况 各个省的医疗卫生资源的情况 尤其是医生的数量 结构 把这两者有效地结合 进行一些预判 它未来的一段时间 会出现什么样的疫情 最大的医疗需流量 会是多大 在这种基础上 我们从各个省 有针对性地 来抽调医疗队员 当时卫健委在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想过这里边的难度有多大吗 难度是相当大的 因为当时武汉是疫情的中心 湖北和武汉是我们的决胜之地 当时总是就说 武汉胜 湖北胜 湖北胜 全国胜 所以把它作为最重要的一块 一个地方 是我们的决战之地 但是其他的省份 也同样面临着压力 那个时候防护物资也好 包括有关的设施设备也好 也都是缺乏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靠一种精神 靠一种力量 靠一种统筹 来打决战 就像我们打这个三大战一样 要举全国的力量去打 那当时就是用这种气派 加上我们的制度 我们的精神 他可以说 很快速地完成了千里的 辞员的这种 这个任务 与时间赛跑 与死神竞速 在武汉市床位严重不足 急需扩充床位的情况下 四万多建设工人 从四面八方赶来 昼夜施工 上亿网友云监工 十多天内建起火神山 和雷神山两座医院 接着 武汉又在极短的时间内 先后建成十六家放藏医院 打响了应收尽收的总工站 方舱医院后来再回过头去看 它起到了也是一个转折点的作用 就当时这个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 因为要扩床 扩床怎么扩 它不是一般的这个宾馆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建筑 就能够把它很快地变成医院的 因为尤其是对 呼吸道传染病的这种医院的 要新建 所以说我们很快的速度 建了火神山 雷神山的医院 我们的速度已经相当快了 但是 它必定还是需要实践的 那怎么把现有的一些建筑 能够很快地把它转换 其实就接见了 我们在过去的紧急医学救援当中 我们有一些帐篷医院 就把帐篷把它撑开 里面就可以住收治病人 甚至可以做手术 接见这些思路 我们的体育馆 我们的会展中心 它又高 又宽敞 它的水电器 这个照明 只要少加改造 它就会很快地成为一个医院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 29个小时 三家的房产医院就建设起来 我正要说这个时间的问题 就是当你们决策者 意识到说要赶紧 要快的时候 就一个字 快 但是对于执行者来说 他们要把这个快 从蓝图变成一个现实 这个难度是很大 要求也很高 它不仅仅是借一个空间 让它有床睡 更重要的是 它要是一个医院 它这张床 要有一定的 这个旧纸的设施 要有相应的一些配套的硕士 要有通风 要有取暖 等等的一些硕士 都要跟上 这恰恰是展示了 中国的熟度 中国的力量 和中国人的智慧 疫情发生以来 除了武汉市 湖北多地确诊患者人数 也不断增加 持续高位 医疗资源缺乏 救援物资告急 关键时刻 党中央紧急部署 统筹安排19个省份 对口支援湖北省 除武汉市外的16个市州 支援人员和当地人员一到 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社区防控 以及重症和轻症的就职工作 我记得当时中央指导组 特别提出来 就是不能让湖北出现第二个武汉 当时大家都挺担心的 像黄港 像校感 当卫健委把这个任务部署出去 让哪个省 比如说 他当时压力最大的一些事 让某一个省去包的时候 人家愿意不愿意 人家有没有能力去包 这些心理因素 或者说这些心理工作 怎么做呢 各省都是非常积极 非常勇业地来承担这项工作 都表现出了非常好的担当 我还是说 这就是中国精神 而各个省都高度重视 从抽调的医务人员当中 都是十分勇要地报名前往参战 因为这是我们卫生系统 尤其是广大医务人员的一种职责 可以说是一种天职 所以没有什么存在 要做工作 我抽调你 你不愿意来 需要做工作 没有这种情况 都是积极勇要地来主动地担当 主动地要求 各个省都表示 你要抽多少 我都资源多少 毫无保留 所以从当时的想法上 到可操作性上 就是没有认为他做不到 关键就是 要怎么更科学地来配置资源 更科学地 从各省来抽调资源 一系列组合措施下来 武汉乃至整个湖北 真正实现了早发现 早报告 早隔离 早治疗 做到了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 应检尽检 应格尽格 按照集中患者 集中专家 集中资源 集中救治的原则 把重症病人 集中到综合实力 最强的医疗机构 由高水平专家团队 实行一人一策进行救治 而在整个疫情防控救治的过程中 中西医结合成为亮点 这时在我们国家的新冠肺炎的救治上 我们充分而广泛地使用了中西医的一些疗法 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些成效 尤其是在轻症病人的救治过程当中 起到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除了用西医的办法来救治以外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传统医学来救治 所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2020年1月3日开始 中方定期与世界卫生组织 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 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及时主动通报疫情信息 1月5日 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就中国武汉报告的 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进行通报 2月中旬 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 组成中国世界卫生组织 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 赴北京、广东、四川和湖北 进行了为期九天的实地调研 考察组成员包括美国疾控中心 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 梁万年担任联合考察组中方组长 他们当时看完了中国的 在控制疫情方面的种种举措之后 他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当时在全世界 学的都是顶级的 这些疫情反控的流行病学 病原学 病毒学 包括临床学 甚至动物学 等相关的专家 中外方专家在一起 是形成一个团队 来做这些工作的 在结束对中国为期九天的考察后 2月24日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 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 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考察组外方组长 世卫组织总干事 高级顾问布鲁斯 埃尔沃德 在通报情况时指出 面对未为人知的新型病毒 中国的反应和措施 是辉煌的 是灵活的 是大踏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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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确定 我和他们结束了这个九天的时间以后 我感受到这个从来到走 他们实行了几个转变 第一开始来的时候 他们总是感觉 中国的这个 说采取的最严格的这种围堵战略 能有效吗 问号 对吧 是一个问号 因为他怀疑你这个围堵是不能操作 就是让老百姓待在家里 在整个的这个封城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公道的关闭 能落实到地了 他来为何看 他相信了 第二个对湖北 尤其是武汉 这么大的医疗压力 他就怀疑 在这种压力下 中国尤其是武汉 能应对得了吗 会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和恐慌 会有大量的病人 就是无法收入进去 因为当时我们提的口号是 应收尽收 应知尽知 他是怀疑的 他到了武汉看了以后 他相信了 他看了我们的定点医院 看了我们的方舱 他相信了 能做到 而且竟然有条 所以我们的压力 医疗压力虽说大 但是我们没有被充滑 我们是有能力 他感受最深的 实际上一个转变 他就认为 老百姓对立这种 严格的社会管控措施 他的接受度问题 他到了湖北到武汉 这个是他感受最深的 自我牺牲隔离在家 这是他非常感受的 也非常感动的 关闭离汉离厄通道之后 有种失业的感觉了 没飞机呢 带有感情的空管指令 汉水通波 接避流 送中不绝 有离伤 感谢你们接英雄回家 武汉解封之前的76天 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等待 面对面专访民航 湖北空管分局 塔台党支部书记梁军 4月8日零时起 武汉天河机场 在离汉离厄通道 关闭76天之后 恢复国内客运航班 7时25分 东航MU2527航班 搭载着49名旅客 从武汉出港 飞往三亚 成为武汉解封后的第一飞 机舱内乘务员哽咽波暴 本航MU2527 早上好 欢迎乘坐 中国东航航班机 今天是东航在武汉 从起离场通道后的 首飞航班 我们坐过了非常特别的76天 我们心态感恩与感谢 感恩成为人民 对武汉的守望相助 感谢社会各界 对武汉的关心支持 机舱内乘务员 哽咽波暴 而机舱塔台空管人员 与机组之间的通话 也非同寻常 第一班 代表是武汉 解封了 一个序幕拿开了 可以说 当我们的管制员 把这一段说出去 我们两个人 我在旁边做事 确实就感觉有一种76天 如是重负的一种感觉 当我们把这句话说出去 这真的好像是武汉解封了 它是一个心理上的 76天终于结束了 我们坚守了这个时间 迎接近尾声 我想我们激动的同时 机组也在激动 他也很激动 他回复我们的时候 他也很激动 感谢湖北空管 感谢湖北人民的坚守 和全国人民的支持 经过七十多天的战警 武汉终于重新迎来了起航 非常荣幸 能代表东航 吹行此次航班 期待武汉明天更美好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天 不一样了 我们的整个工作的次序 就是我们倒班的 都恢复了正常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开心呢 失而复得吧 真的就感觉 以前我们总教类 我们管制工作我们总教类 就类类类类 但这七十六天 我们所有的管制 教类的管制 包括我们自己都会渴望 渴望以前的那种类 都想那种类 赶紧回来 就有这种感觉 驻守天河机场塔台的 民航湖北空管分局的空管人员 一共三十八人 负责指挥进出港航班的起降 他们的日常工作 随着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十点 离汉离厄通道的关闭 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我们早上来的时候 结果十点之前航班没有取消 都在飞 当时一直在等领导的电话 到底从什么时候 我们这个航班就不放了 就是节流了 一直跟公司 跟这个机场在协调 然后最后准时按照 十点钟的时间掌握 十点以后的航班 一律就他不上旅客了 这样的一个时刻的跨越 心里会是什么思维啊 有种失业的感觉了 没飞机了嘛 是突然一下就没了 对 到十点你就没飞机了 当时其实每个人的心里 他是觉得很失落的 那个瞬间是没有意识到 这个严重性 因为他并不知道要关多久 要封多久 以为这个飞机回去 可能就这么一两天排查完了 可能就开了 以为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工作二十五年没经历过 我们觉得它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 所以当时大家还在 很有条杠心说 因为那个时候 每年过年 那月二十五是最忙的 我们当时也是预测 那一天航班是最多的 结果变成了最少的一天 然后留了人 就是两个人在等飞机 其他人在下面开会 商讨我们后面的应对措施 往年春运期间 天河机场日军起降航班 将近六百架次 塔台指挥大厅里格外忙碌 然而随着武汉整座城市 按下暂停键 天河机场取消客运航班 只承担服务运输医务人员和援助物资应急航班起降的任务 封城的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 值班的人员按照惯例戴上了红色的围巾 但和所有的武汉人一样 这个除夕和以往完全不同 就是年三十晚上你们每个人 脖子上一个红微博 对对对 仪式感 对仪式感 我们党支部就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仪式还有必要吗 我们是23号讨论完以后 因为我们觉得24号还有航班的 原旧物资 那些航班已经确定了 顺风他们就过来了 对了这样的航班 我们就说了一句话 它就是一个航班 它也是除夕夜过来的 而且除夕夜是来给我们送温暖的 是给我们送旧原物资的 我们带这个东西 就是为了对这个机主表示感谢 就是对他们一个过年的问候 他们可能看不到 但是我们的感情 是在这个里面体现出来的 因为我们不是窗口单位 所以你穿得再整齐 穿得什么 别人是看不到了 但是我们的那个 从管制指令 从我们的通话的那个里面 它是带有这一份的情感在里面的 1月24日下午14点29分 一架来自顺风航空的 载有16吨救援医疗物资的飞机 在武汉天河机场安全落地 这是天河机场在武汉封城之后 迎来的第一架飞机 佩戴红围巾的塔台值班人员 向机组表达了感激之情 顺风6956武汉 顺风6956请讲 顺风6956 我仅代表湖北空管 感谢你对武汉人民的关怀 好 谢谢 你想 平时我们从来就没这么想过 看到那个时候 有这么一架飞机来说 坐在这里 一天的管制员 就像是你在一个孤城里面 突然有个人给你送来一顿晚餐一样 就像一个救星一样来来的 那种感激就是 我们自己都 当他在播道里面 对那个基础说什么感谢的时候 他是有一种感情感 在工作里面的 这些在我们以前的正常指挥里面 都是不允许的 不可以有 不可以有 我们的工作里面 在我们的工作性质里面 就是有相当严谨的 规章制度 你必须按照这种规定的 通话用语 标准用语去通话 我们就像一个 你可以说机器一样 指挥从哪划到哪 然后我监督你 有没有划错 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从这一个封城那天开始 我们就在播道里面 说了很多的感激的 机组的话 感激医护人员的话 从1月24日开始 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 驰援武汉 越来越多的医疗队 乘机抵达天河机场 在不影响飞机起降安全的前提下 塔台空管人员 与机组之间通话的感情色彩 越来越浓 白鹿八拐八拐八拐 正式看到引导车了 看到引导了 白鹿八拐八拐 白鹿八拐八拐 非常感谢您的到来 谢谢您们 无惧风险支援武汉 没关系 武汉加油 自己都感觉自己说的 这个语气是 但有感情的 可能别人听起来 觉得你还是一个歧视语气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在 为这个基础 真正的是 我们在为你保佳国 我们想让你早点回去 跟家人谈去 就是一句规范式的语言 但是里面一旦注入了情感 意思就不一样了 同样的一句话 你说出来也是一句 其实一句 但是有人说出来 给人感觉是命令式的 有人说出来 给人感觉是引导式的 就是有一种关爱在里面 潜台子就是 我带你回家 就是这种感觉 当时的想法就是 要让所有的基础 能够感觉到 我们是在带他们回家 而不是 我要你怎么搞 我要你怎么还 我要你怎么飞 不是这样 2月13日17日 空军出动运20 1276运9 三型12架运输机 飞行十九架次 将第三批 1600多名军队医疗人员 和大批医疗物资 运送至武汉 这是国产运20大型运输机 首次参加 飞战争军事行动 也是空军首次呈体系 大规模出动 现役大中型运输机 执行紧急大空运证 运而死 大龐牛来的时候 大龐牛是第一次来武汉 而且又执行 这么特殊的任务 当时我们在塔台 就能看到很多的 我们的军医 从飞机上面下来的时候 真的是太壮观了 在封闭了这么长时间 从来没有 气瓶有那么多飞机 那么多人 感觉天河机场 一下这么热闹了 那个时候确实太壮观了 所以我们港区员 当时是跟机组 是有一个互动 也是一样的表示感谢 请好两多多加武汉塔台 向所有基础成员 所有医护人员 向人民空军 人民解放军 自己最崇高的敬意 感谢你们跨越万水千山 十元湖北 我们为你们绑架护航 谢谢空管 向你们致敬 武汉加油 中国必胜 我请代表湖北空管 和湖北人民 向你们这些机组 和所有支援湖北的医疗团队 表示这个存在的敬意 和由衷的佩服 祝你们平安久久 如意安康 非常感谢 请你们也在武汉工作期间 注意安全 做好个人防护 在到胜利的时候 我们接他们回家的时候 咱们在播道里见 您在现场 对 我们在现场 什么感觉 特别兴奋 特别激动 当时确实 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即便现在 我觉得您还是 情绪非常激动的 对 现在想起来 还是有一点 这种感觉就是 从心里涌入出来 这个是你们作为 武汉人身处期间 跟你们有关系的 对 对 对 最开始封城的 去山石的时候 没飞机的时候 有一种孤立的感觉 毫不够张 当这么多医护人员 这么多解放军 过来祠愿我们的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武汉人民 湖北人民 第一时间 能够见证他们到来的人 真的是那种 有一种想把这种场面 第一时间告诉全湖北人民 全武汉人民 你们的救星来了 我们有希望吗 真的就像 包不得我们这个值班现场 就装了一个像央视的直播机 现场直播一样的 让全武汉人民 全湖北人民 都看到这个国家 人民对我们的关怀 都有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在我们平时是没有的 从1月24日起 全国340多支医疗队 共4万2千多名医护人员 持援湖北 与湖北医务工作者一起 抗击疫情 保卫生命 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 经批准原汉医疗队从3月17日开始 分批有序撤回 共防管管管管理 很荣幸和你们一起为原厄医疗队保驾户航 你们辛苦了 麻烦你帮我们转达向白一千石 转达我们的谢意 祝你们反程顺利 谢谢 好的 谢谢您 我们也很荣幸跟你们一起 为此次返乡医护人员一起工作 那如果在正常情况下 如果说了这些话之外的话 是不被允许的 是吧 对 我们确切来讲是不允许 跟说工作无关的话和记住 也不许说这个煽情的话 对 不会 但是在疫情期间 这种感情流露的话太多了 对 太多了 因为很多都是确实是发自肺肺 尤其是在这个 大家这个没有什么 就是安全压力的时候 一想到这里面医护人员 他们忙了这么多天 他们该比我们内神什么样了 他不说一句 他就觉得心里有点过不去 别人能够理解你的工作辛苦 同理我们也是能理解别人的 中国人就是相互理解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 他就发自肺腑的就要说一句 希望记住转达对白衣天使的一份问候 三月三十日上午 在这五百多名大连原恶医疗队员的五架包机 依次从天鹤机场安全起飞踏上返程 空管人员再次使用特殊的空管指令表达了敬意 感谢武汉人民对我们医护人员的照顾 也感谢武汉民航通人对此次高级任务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我们一定会将白衣战士安全带回家乡 希望我们齐心协力 老日三十九大迹地上交易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在抗击疫情的非常时期 连接塔台和机组的无线电波 成为武汉人民与持员队伍之间特殊的沟通桥梁 我也代表全体机组成员 向你们也表示敬意 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 你们比我们更辛苦 谢谢 每一次正常都往下打台 值班员有几位 我们正常的就是应该是六名吧这样 今天好像少 对 因为今天我们航班量只有225个加价 梁军告诉记者 从1月23日武汉关闭离汉离厄通道之后 他们所有人员取消了休假 投入到抗疫的战斗之中 至今实现无一人感染 零安全事故 从3月4日开始 他们的日常工作 除了保障救援航班的起降之外 还配合航空公司进行本场训练 为解封后的运行做准备 其实我们今天4月8号这一天 回顾1月23号的时候 你觉得远吗 不远 这感觉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但是从这里面这七十几天的 七十六天的故事来讲的话 经历的事情来讲的话 就好像今天有一个世界 真的就是 因为谁也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我的队伍 就是我的兄弟姐妹 没有一个掉链子 没有一个说 往后退 在这种非常时期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 至少我的工作人员 他们经历着考验 说明我觉得我们全国的 就是说我们这只是个输光影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真的是在面对这种 大灾大烂的时候 应该都是这样的 都是像我们这些同志一样 都是不会发困难 都是迎难而上的 高吨红枣 好想你 好想你枣 就是好吃 43年 收藏12万吨老酒 在静静地等待他的主人 舍得酒 每一瓶都是老酒 看英花得多带点东西 人家需要营养 带上它 营养就够来 还得带冠义乳 科学补菌好身体 我来我来 哇 每天一银奶 营养你要强 云贵高远和四川盆底 接壤的赤水河畔 诞生了中国两大江湘白酒 其中一个是青花浪 青花浪 中国两大江湘白酒之一 看得到的琥珀色泽 看不见的原料甄选 闻得到的草本清香 看不见的数字提取 品得到的柔和口感 看不见的智能酿造 看得见的品质 源于看不见的追求 中国进酒 品质生活每一天 看得到的琥珀色泽 看不见的原料甄选 闻得到的草本清香 看不见的数字提取 品得到的柔和口感 看不见的智能酿造 看得见的品质 源于看不见的追求 中国进酒 品质生活每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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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